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AB平寫X 這裡Y軸於這個A頂 而且AB長度是4 那VC垂直於AB 過AC兩點 這個直線方程是這個 它現在問說 VCA等於多少 事實上的話 我們可以 一般的 可以曉得說 這個除以這個 跟這個有關 這個除以這個會等於多少A 這個我們叫做問號 這問號除以4 這個我曉得 會等於多少A 會等於那個二分之一 這就是所謂的邪律 那為什麼 我們可以一般性的證明 怎麼證明 這一點的話 我把它叫做 SEY1 這一點 我叫做 S0Y0 當然在這裡 S0是等於0 不過 我們可以做一般性的討論 那SEY1 是在這條直線上 所以我就曉得 SE-2Y1 加3 這個會等於0 然後呢 S0Y0 是在這條直線上 S0-2Y0 加3 這個會等於0 然後我給它一減 一減減下來的話 這SE-S0 SE-S0 SE-S0 SE就是這個坐標 S0就是這個坐標 這裡S0是等於0 所以這一段 所以這一段是4 這個是等於4 那減到多少呢 把它減下來 減下來的話 這是等於多少呢 負的 兩倍的 Y1-Y0 Y1-Y0 這減就等於0 這減就等於0 那Y1-Y0 那Y1-Y0多少呢 Y1就是這個坐標 這是Y1 那是Y0 所以這個就是Y1-Y0 這是Y1-Y0 所以我們發現 我把這個移過來 移過來的話 就是SE-S0 會等於兩倍的 Y1-Y0 那這一段比這一段 Y1-Y0 除以SE-S0 這個我們叫做斜率 這個的話 就是說 Y1-Y0 除以SE-S0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就是這個除過 這個除過去 這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二分之一 所以就是說 那現在SE-S0 那現在SE-S0 那SE-S0 那SE-S0 那Y1-Y0 就是我們要求的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就是問號 所以就曉得 就是滿足這個式子的 這問號 這等於多少呢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乘以4 二分之一乘以4 乘以4 所以是等於2 也就是說 你事實上不必 把這兩點 真正把它求出來 你不用把這兩點 真正求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求出什麼呢 這個比這個 這個比這個 它的比值 跟其他地方 這個比這個比值都會一樣 所以的話 我們很容易 就可以把這一段找出來 這一段的話等於2 所以VC VC的長度是等於2